大众在线小平永辉上海报道 这讲述的是民国时期一个封建大家庭中七个女人与命运顽强抗争的故事 美丽与挣扎阴谋与爱情还有贞结牌坊背后隐藏的心酸 串起了一幕幕动人的悲欢离合 在这段凄美的苦情故事里 于小伟扮演的三少爷孤少棠是决定剧中女人命运的关键人物 因此这场三少爷中枪身亡的戏可以说是全剧的高潮所在 还好吧 但是不是特别满意 因为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天气太热 就是演人在拍戏的时候 因为天气热会影响你各方面的情绪 你会顾及到很多其他的东西 但是总的来说还不错 导演还是很满意 相比于小伟的精湛演技 范冰冰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可圈可点 他所扮演的女主角玉和绝对是苦情女子的代表 哭戏常常是一场连一场的重复拍摄 而她流泪的速度似乎堪比同剧组的刘雪花 不知道两人是不是在私下交流过哭戏的秘诀呢 她一直说她自己的那个泪线比较发达 而且下面的那个泪囊比较小 所以其实就没有经过格挡就哔哩啪哒掉下来 我们有交流过 她说她是这个自身的体质跟这个造物主的这个形状的原因 那我是觉得我可能就是需要去想剧情啊 然后想演员的对白啊 然后跟对手去交流 看到对方的眼睛我才会有感觉 天气的闷热难耐 让身着厚厚古装戏服的演员们苦不堪言 不过片场的气氛还是显得相当轻松 期间也发生了不少小插曲 那么在高温天的片场还会有什么精彩的花絮故事呢 就请留意我们明天为大家带来的玩传幕后 大众在线张云永辉上海报道 香港演员赵亚之一带给我们的一直是非常优雅成熟的女性的